我是Cathy 從小到小有些朋友都說我是一個很豐滿的女生 現在穿的尺寸加大膜 和歐洲尺寸可能是四十八、四十二 至於要去到小店鋪 我想我都不是怎樣選擇 因為它們全部都是三尺寸 基本上我都穿不到 放很多時間進去 前後我想我都用了差不多半年時間 我想由搜集資料可能找到十間、八間 去到店鋪有機會試上身的 可能也有五六間 就著自己身形的時候 就是可以選的款式不太多 試到三件已經是盡了 因為大部分香港女士的身形 都是偏向中細碼 所以大部分香港租售的婚紗店 都是會偏向入中細碼的貨品 就算你選得適合想要的款式 可能它沒有你的碼 就算你試上身的時候 你都是很多剪剪貼貼的 因為這件衣服根本不適合身 有時候就會在後面加一塊布 或者你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試衣的時候 其實都會想 是不是真的要減肥呢 是不是沒有其他出路呢 但是小小幸運 就是我其實很快就已經找到這間店鋪 見到這件衣服 買到的時候 都OK 但是穿上身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感覺 以上不到的好 我想我穿上身之後的感覺是 我的身形都穿到一件很漂亮的婚紗 親友看到我穿這件婚紗 他們應該沒有想過 我會選擇一件這麼簡約的婚紗 但穿出來的效果是很好的 大馬的身樑 他都會覺得自己可能多肉肉 多些地方要遮掩和遮掩 但其實大馬的身樑最重要是 顯露自己應有的線條 其實大骨架絕對是有他的優勢 尤其是穿一些比較貼身的裙 其實是比較浪衫的 就像我們需要那些葫蘆身形 其實是很需要骨架大 才可以承受得起 最重要是有自信 每一個身形的女士 其實都是值得美麗的 我自己是喜歡吃東西的 那我就可能至少健康 這樣做得不錯的 生活得開心 自己開心我覺得比較重要 如果還有其他 像我這樣身形的女士 要去選婚紗 我想我會告訴他們 總是會有很多 像這些地方 是可以找到 一件合理心和合理身的一件婚紗